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魏尚书 魏继之子 魏冠出身官宦世家 年轻时事关于曹魏 历任尚书郎散其常事 事中庭卫等职 到了公元263年 魏冠以兼军身份参与法蜀战争 蜀汉王后 魏冠与忠惠一道逮捕邓爱 忠惠谋反时 魏冠又成功平息叛乱 命田旭杀邓爱父子 因此对于姜维 忠惠 邓爱这三位名将 都是被魏冠一手除掉的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 蜀汉灭亡后除掉三位名将的魏冠最终是什么结局呢 首先 锦元四年 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发动了魏灭蜀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 魏冠以兼军的身份并持伏捷监督邓爱忠惠的行动 并率领一千兵马 对此 在笔者看来 虽然魏冠直接掌握的兵马不多 但是 兼军的身份促使魏冠得以监督邓爱和忠惠这两位大将 甚至还可以在危急时刻先斩后奏 而这自然是魏冠除掉忠惠 邓爱等人之后 却能够不受惩处的重要原因 公元263年 在邓爱濒临成都后 后主流禅放弃了抵抗 这意味着蜀汉的正式灭亡 在蜀国灭亡之后 邓爱居功自傲 因此 忠惠和魏冠联合向司马昭诬邓爱 意思就是邓爱已经有谋反的迹象了 于是司马昭下令将邓爱关押起来 并送到都城洛阳 在邓爱被关押起来之后 魏冠和忠惠之间并没有和睦相处 而是互相发难 紧原5年中月15日 忠惠抵达成都后 决意谋反 次日 他便以为郭太后致哀为由 将狐烈等曹魏将领官吏 请之蜀国朝堂 趁机将他们软禁起来 并举兵叛乱 这时 所有士族只想着班师回朝 所以忠惠的叛乱是不得人心的 忠惠把魏冠留在身边商量此事 在幕片上写《欲杀狐猎》等 给魏冠看 魏冠不答应 两人便开始互相猜忌 紧接着 魏冠故意泄露了忠惠的计划 结果忠惠和姜维都死于乱军之中了 在忠惠之乱被平定后 邓爱的部下想要追上囚车救出邓爱 迎接他回成都 魏冠自认为和忠惠一起诬陷邓爱 担心会有变故 久派遣护军田旭 致眠逐夜席邓爱于三灶亭 杀死邓爱父子 起初邓爱进入姜油时 田旭不敢前进 邓爱想要杀了他 不久就放了他 等到魏冠派遣田旭 对他说 可以抱在姜油受辱的仇了 因此非常明显的是 对于姜维 忠惠 邓爱 这三位名将都是直接或间接被魏冠杀掉的 而在除掉这三位名将之后 魏冠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受到了重用 回到曹魏之后 魏冠担任郑西将军 不久即转任都督徐州驻兵马 郑东将军 进封爵位为滋阳侯 魏冠的弟弟魏石也受殷赏 霍锋开阳亭侯 闲西二年十二月 晋王司马延建立西境 彼时魏冠备受晋武帝的信任 他先转任真东将军 不久晋爵为滋阳公 太史五年 魏冠被改授为都督青州驻兵马 兼任青州刺史 后加号 真东大将军青州牧 根据晋书等史料的记载 魏冠镇守一方的时候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意味着魏冠还是颇有一番才能的 太史七年 魏冠担任真北大将军 都督幽州诸兵马 兼任幽州刺史 护乌还教尉 贤宁二年 晋武帝司马延 听从魏冠之前的意见 设立平州 后来更是让魏冠执掌平州 魏冠在任内又离建北方鲜杯诸部 促使西境北部的防御压力明显减轻 这也为西境发动消灭东吴的战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面对屡立战功的魏冠 晋武帝司马延自然是不令赏赐的 比如将魏冠的儿子封为廷侯等 贤宁四年 魏冠被征兆入朝 升为尚书令加世忠 根据晋书等史料的记载 魏冠为人严谨 对待部下比较严厉 看待朱尚书如同自己的辽佐 尚书郎如同自己的怨恕 公元280年 西境消灭了东吴 彻底结束了三国时代 太康三年 魏冠又升任司空 人领尚书令适中 魏冠为人注重效率 生得朝野上下赞誉 经武帝将其女樊昌公主 下嫁于魏冠第四子魏轩 后来魏冠又领太子少妇 加一千部族一百骑兵 即鼓吹于府中 对此在笔者看来 在西境宗室联姻之后 魏冠的地位自然非常显赫了 对于这个时候的魏冠 显然可以称之为西境重臣 不过魏冠的儿子魏轩 娶了公主后 由沉溺于酒色的过失 外戚杨俊平素与魏冠不合 于是诋毁魏轩 使得静武帝下诏让二人离婚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魏冠既惭愧又惧怕 于是请求告老训味 对此 静武帝司马炎以魏冠为太保 以资阳公身份回家 对此在笔者看来 西境建立之初 外戚和宗室之间的斗争 可谓十分激烈 这也成为西境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 魏冠也受到了牵连 当然对于魏冠来说 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 最后永平元年 静惠帝司马中即位 由太副杨俊辅振 对此在笔者看来 静武帝司马炎的去世 自然是西境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静惠帝司马中即位后 西境内乱频发 根本没人可以力挽狂澜 元康元年 杨俊被楚王司马伟 矫照诛杀 作为静惠帝司马中老师的魏冠 与汝南王司马亮一起 执掌朝政 鲁尚书史 甲后向来怨恨魏冠 又忌惮魏冠刚直 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 听闻司马伟怨恨魏冠 于是诬陷魏冠与司马亮 向废处静惠帝 又伪造静惠帝的诏书 派司马伟免除魏冠等人的官职 司马伟为人 清造艰险 于是趁机派人杀了魏冠一家 唯独魏冠的孙子魏早 魏戒当时不在家 因此幸免于难 不久之后 马伟派清禾王司马侠 率部包围魏冠的府邸 将魏冠及其家人杀害 事后 魏冠之女及国臣众亲们 经过百般奔走上书 魏冠一案才得以照学 司马中下诏 追赠魏冠贾黄月 兰陵俊宫 追世成功 但是不管怎么样 魏冠最终都是被冤杀的结局 这其实和灭属之后的邓爱极为相似 对此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 由于魏冠秉兴刚直 触怒了朝廷中的一部分权臣 尤其触怒了善事权谋的贾皇后 才招来了杀身之火 此外魏冠是魏晋时期书法世家卫士书派的关键人物 在这个世家中起着沉先起后的作用 魏士一门四代 在魏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书法世家 三国时期 魏继与忠摇比肩 经过近代魏冠 魏恒 魏夫人等人的弘扬 形成了魏士书门家风 在此过程中 魏冠成前起后 实为这个书法世家的奠基人 对此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 魏冠善利书及张草 不仅监工个体 还能学古人之称 是颇有创意的书法家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